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林岳阳 北京学者郭玉闪日前获得释放 郭玉闪因协助营救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被警方拘押两天 郭玉闪表示在被拘押期间 公安和国保人员联合盘问他是怎样救出陈光诚的 但是他们没有出示法律手续 也没有提到郭玉闪涉及法律责任 被拘押期间他没有受到虐待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前往北京出席美中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 陈光诚在美国使馆受到保护 使得美中两国的高层会晤蒙上阴影 克林顿国务卿在记者会上回避有关陈光诚的问题 但是表示美中建设性的关系 包括坦率交换不同意见 包括人权领域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也表示 希望在推进人权和维护美中两国关系之间 取得适当平衡 自从陈光诚成功逃脱软禁之后 中国有关部门极力在社交媒体 消除陈光诚的信息 新浪微博和其他网站 禁止搜索陈光诚的中文名字和拼音 一些网友使用民间盲人音乐家阿炳的名字 暗指陈光诚 但是星期五之后 这个名字也被新浪微博禁止 无法搜索的还有盲人 东诗谷 林怡 西光C 美国使馆 陈克桂 珍珠等词汇 根据海外维权团体权力运动 星期二披露 山东青岛的林秀丽 来阳的王凤梅等 十余位访民 在五一节到北京的国家信访局 开展集体诉冤活动 希望中央关注和保障访民的权利 2012年4月28号到30号 黑龙江哈尔滨市 数千退休职工 聚集在中山路上的省政府大门前 要求增加退休工资 示威人士来自哈尔滨和附近多个城市 他们拿着有关文件并拉起横幅 横幅上写有黑龙江省长 滚出黑龙江的字样 导致周边的交通瘫痪 据江苏一家电视台报道 南京出现围禁红烧肉添加剂 肉保王中王令人上瘾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莫宝庆表示 这种混合型食品添加剂成分 十分复杂 中国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和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 尚无明确规定 这些香料大部分是透过人工合成 一般用氯作为催化剂 氯透过添加剂进入人体胃部 对肠胃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会损伤胃粘膜 对人体造成伤害 以上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林岳阳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